儿童节就快要到了 苗栗县政府送上了大礼教育三政策上路 包含校校有大评 降低幼儿园的师生比 还有国小组长检授诲 希望借着增加硬体政策调整 来提升教师教学品质 也让学生在更妥善的环境中来学习 苗栗县县长中东井 手拿平板和教师一起透过触控大评学习 也再次宣告校校大评的好消息 校校有大评 我觉得会提高小朋友学习的乐趣 尤其国中 我想它的使用的范围会更广 触控大评 全线145所学校受惠翻转传统教学风貌 儿童节前夕 县府再加码 两项教育政策调整上路 现在教育部的意思也是 希望我们六教的小朋友 可以一个老师带12个同学 本来是1比15 现在我们降到1比12 就配合中央的政策 在这里教育方面 一定是我们新政府的团队 非常重视的一个区块 所以我们一定会努力 让我们苗栗的小朋友 有更好的学习环境 幼儿园时辰比将从1比15 逐年降低至1比12 今年隐隐认测将扩增7名教保员 国小组长检授课也逐年推动 有鉴于整个国小的一个教学组长 一直以来他们对于学校的一个行政事务 也负担蛮重的 所以说针对这个区块 我们也是从112学年度开始 那我们就是针对 整个比较小型的学校开始 也分三年 那我们的一个教学组长 能够每周减一堂课的模式 让教学组长更有时间 去完善学校的一个行政 教学硬体认测调整 软硬兼具 期盼提升教学品质 也让学生在妥善的环境中成长 教学生在妥善的环境中成长